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鸡腿人人都爱吃 但今天的我这个做法一定要试一下 只需要把鸡腿放到蒸锅里面蒸一蒸 对咱们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有好处 这也是80岁老中医教我的方法 今天我就来分享给大家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三个 土鸡腿 先给它放入大碗中 先来将鸡腿处理一下 往里面下入一小勺食盐 再往里面抓住一小碗面粉 再把鸡腿给它反复的揉搓 洗去鸡腿上面的杂质和藏有的血水 因为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给它搓一搓 再往里面加入温水 给它清洗干净 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把鸡腿多给它清洗两遍 洗干净之后 直接给它捞出控水 做这道菜 做这道菜一定要用新鲜鸡腿 如果没有土鸡的话 咱们可以用三黄鸡腿来做 像视频中这样 洗至水清澈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控水 洗干净之后 给它放至菜板上 再找两个牙签或者是竹签 给它扎些小孔 这样方便入味 而且更容易蒸熟 接下来 我们准备多一点的老姜 将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切好 给它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根挡生 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 给它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把枸杞 一小把红枣 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面粉 然后加入清水 给它抓洗干净 因为红枣枸杞 有非常多的褶皱 我们这样给它抓洗一下的话 面粉可以更好地吸收里面的杂质 这样洗出来的红枣枸杞 更加明亮漂亮 洗干净之后 直接给它捞出来 把残余的面粉给它洗干净 然后给它捞出来控水 把洗干净的红枣枸杞挡生 给它放入碗中间 再找一个小碗 给它扣过来 再把洗干净 张好的鸡腿 给它放入碗边 像视频中之间就可以 再给它放入蒸屉 然后摆上切好的姜片 再来点山茶油 这样蒸出来会更香 没有的咱们也可以不放 然后再给它扣上盖子 冷水给它上锅 水开以后转小火炖一小时 一小时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 用筷子轻轻一扎 鸡腿能穿透 就证明蒸熟透了 然后我们在不烫手的情况下 给它端出来 端出来的一瞬间 经过肋胀冷缩的原理 这个汤都全部吸入到小碗里面 接着我们把姜片给它挑出来 鸡腿也给它盛出来 接着就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 我们打开盖子 这也是费了半天劲 为了得到这碗鸡汤 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 给它倒入大碗中 为了家里的孩子 能喝上这碗汤 我可是忙活了两三个小时 春天真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一定要给孩子多做点这个鸡汤喝 这个鸡汤喝起来也是非常的鲜甜 里面加了些中药 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滋补 阿姨朗今天爸爸炖到这个汤给你喝 谢谢爸爸 非常的营养滋补 喝到身体长高高 转胀时 慢一点喝 有点烫 关键 这就是烫 这个烫 十分钟 这就是烫 plein 烫 11 接下来我们把鸡腿把骨头给它去掉 经过一小时的蒸汁 这个鸡腿也真烂 哇 剥开的一瞬间 这个香味太浓郁了 一定要趁热给它剥下来 这个鸡腿剥好以后 将大块给它撕成小块 撕好以后 我们今天不凉拌 给它做一个小炒手撕鸡 做出来特别的下饭 下酒也是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是怎样制作的吧 做这道小炒手撕鸡 我们来准备姜蒜片 小米椒 青红椒 大蒜 将锅烧热 下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 油热之后下入姜蒜片 小米椒 给它煸炒至香味 炒香以后下入手撕鸡 往里面加点蚝油 来点生抽 加入少量的食盐 一丢丢松茸 接着把青红椒 大蒜头给加进来 然后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翻炒个一分钟左右 接着往里面 加入点开水 再给它整理一下 扣上盖子 给它焖个两分钟 将鸡肉给它焖至入味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接着再往里面 加点胡椒粉 然后给它翻拌几下 把蒜叶也给加进来 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 手撕鸡就出座完成了 出锅给它装入碗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鲜香四溢 看着都流口水 特别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像我这样 以后鸡腿买回家 又可以喝汤 还可以下饭下酒 喜欢的朋友 点赞收藏 好了 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